來看到這蔡依林酒令 日前到上海上綜藝節目被爆是耍大牌 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當天擔任來賓的高齡峰還有田莉 被要求閃邊去 高齡峰氣得說她跳舞像沒有靈魂的機器娃娃 而對見台灣的前輩也不懂禮貌 田莉更是拋紅說 這太丟臉了 結果她的助理嘴臉太嚇人 對藝人傷害很大 不過對此蔡依林方面是很無奈 她說是背黑鍋了 應該是節目流程的一些誤會 而對此上海電視台也對誤會一場說不好意思 說這些話都是針對蔡依林的助理 不是針對蔡依林本人